欢迎收看台式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张宁 深海小带您关心到 网络上的诈骗花招越来越多 高雄一名男子透过网络交友 认识了一名女子 女子每天传讯息问候之外 还停钩赌时直播 不断地对她洗脑 声称说有很多人买到了翡翠原始一页致富 要男子赶快投资 还好在男子准备要汇款时 被行员跟远警阻止 才没有落入诈骗陷阱 今天我要开一块800万的时候 看能不能变成8000万 直播主在网络上开直播 一开始就搬出一块石头 说是价值不费 风化皮包裹形成的原始 现场马上磨一磨切给大家看 结果说是翡翠 像这样的赌时直播影片 如今在网络上串流 见怪不怪 也吸引不少人投资上当受骗 手机传来讯息 这样一颗掉价人民币1100元 等同台币的5280元 高雄一名50岁科兴男子 21号校5一点多 拿着钱来银行就要汇款 但这账号一看就怪 行员也激紧立刻报案 男子口中的妹妹原来是三个月前 透过网络交友认识 除了每天传讯息贴心问候 主要还提供赌时直播 每天洗脑他 不少人买到翡翠原时 一夜致富要他赶快投资 那妹妹一定是都骗人的妹妹啦 讯息满满的简体字 袁姐一看就知道这是骗人的 和行员合力劝说 男子才突然惊醒 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 退款账户已遭165系统 通报警示三次之多 吸引民众 一小博大在使出美人计诈骗手法 可以说越来越多样 一不小心很有可能掉落陷阱 到时候后悔恐怕都来不及 接着陈族庄就会告诉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